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美聯米爾 阿Ken 搭日牛年 首先跟大家拜個年 恭祝大家身體健康 心想事成 今集帶大家來到的是九龍北架山 我會介紹一個大型的屋苑 一個世外桃園 而就是我現在身處的帝景峰 事不宜遲 立即帶大家進去參觀 不如跟大家介紹一下交通 今天我是坐地鐵來到石劍尾站 在A出口出 再走前一點 我就坐一架32M的專線小巴 好快就載到我上來帝景峰 坐落於延平道2至8號的帝景峰 在1998年至1999年入伙 由信和、發展置地、南風集團、中國海外 和華茂集團這五大財團共同發展 屋苑分有三個住宅群 低座的分層單位叫做帝景軒 複式單位叫做帝景台 而高座那邊叫做帝景居 合共有592貨 住宅的實用面積是由400多尺至2400多尺 由開放式至四房雙套都有 麻煩你帝景居有樂 屋苑也持有村巴 大約3至4分鐘的車程 就可以到達九龍塘的有一城商場 會所設施包括有室內外泳池 網球場、平台花園等 今天帶大家參觀的是 帝景居一個實用面積1168尺 間隔是三房一套連工人套房的單位 抱入屋我們見到是長方形的合飯廳 地方寬敞 除了傢俬之外 還可以擺放一個大的鋼琴 和客廳看出去 景觀非常開陽 有一種大地在我腳下的感覺 要海有海 要山有山 要圓林有圓林 真是太吸引了 從另一個角度 我們再看回來 客飯廳這一邊 接著我帶大家進去廚房參觀一下 一個大的廚房 當然有足夠的地方 可以擺放各式各樣的電器設備 見有微波爐 紅酒櫃 焗爐 洗衣機 甚至乎一個很大的雪櫃 而入面就是工人姐姐的私人地方 再和大家參觀其他地方 來到第一間睡房 你會見到業主 是善用了窗台的位置 來做了一張書桌 房間就擺放了兩張單人床 左右兩邊都有入場的衣櫃 但仍然有足夠的空間走動 第二間睡房最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床上面這一張紅色的長桌 我第一時間就想像到 當早上起床的時候 可以在床邊享受一個豐富的早餐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同感呢 下一次是採用明窗和浴缸的設計 光碼企理 最後我和大家參觀主人套房 打開房門 左手邊就做了一個大的入場衣櫃 房間就有兩面窗 所以採光度都非常高 大床就擺放在中間位置 三邊落床沒有難度 大家看看煮人浴室都蠢 還可以平時下班回來 沖泡泡浴 享受一下 如果大家對於我剛才介紹的單位有興趣 又或者想了解其他樓盤的資料 歡迎打電話或者WhatsApp我阿Ken 我的手提電話是9136-3993 多謝大家 下集再見 拜拜